猫小帅数字王国探险记 第十二集 森林狂欢会 森林双人舞会开始啦 请各位朋友们找到自己的舞伴 尽情任务吧 我和猫小美刚好组成一对舞伴 小松鼠 你怎么了 为什么我找不到舞伴 而舞台上大家都有舞伴呢 小松鼠找不到舞伴了 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先来数一数舞台上的人数 一 二 三 四 舞台上有四只小白兔 它们两个 两个都能够成为舞伴 我们再来看看舞池里小松鼠的人数 一 二 三 舞池里有三只小松鼠 两只小松鼠成为舞伴以后 咦 还有一只小松鼠找不到舞伴了 像这样能够两只小松鼠的数字 像这样能够两个组成五伴的数字 叫做双数 如果两个两个组成五伴以后 还剩下一个 叫做单数 小朋友 你发现了吗 像二 四 六 八 十 这几个数字都能够两个两个组成五伴 它们都是双数 而像一 三 五 七 九 这几个数字 两个两个组成五伴后 还剩下一个没有找到五伴 它们都是单数 你学会区分单数和双数了吗 我学会了 我和猫小帅能够成为五伴 所以二是双数 舞台上有四只小白兔 能够两只两只成为五伴 所以四也是双数 舞池上有三只小松鼠 两只小松鼠成为五伴后 还有一只小松鼠就找不到五伴了 所以三是单数 你好 小松鼠 请问你可以做我的五伴吗 好呀 小朋友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十以内的单双数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吧 一 三 五 七 九 两个两个数 还剩一个十单数 二 四 六 八 十 两个两个数 刚好数完是双数 你们学会了吗 快来试试吧 不要走开哦